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12月14号前往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格堡美军基地 对返乡的美军发表演说 并向在近9年的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军人致敬 我们很高兴能庆祝这对我们人生我们国家而言具有历史性的一刻 伊拉克战争长达将近9年 而今天在布拉格堡的你们十分了不起的你们 从战争一开始到最后一批美军回家 你们都做了很大的牺牲 每一步都走得很光荣 因此身为你们的总司令也代表全国的感激 我终于能很骄傲地说欢迎回家 随着美军在12月31号前撤回美国 伊拉克战争终于结束 在此之前奥巴马总统12月12号接待了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他们一同前往位于维吉尼亚州的阿林顿国军公墓 向无名将士纪念碑献上花圈 表示悼念所有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军人 奥巴马还表示美国和伊拉克将是永久的伙伴关系 伊拉克已经是一个自主自由的国家 随着战争的结束 伊拉克将面对伊拉克的未来 但伊拉克人民必须要知道 你们并不孤单 你们和美国是坚强并长久的伙伴关系 任何观察美伊关系的人都会说 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 不会因为美军的撤离而结束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结束萨达姆政权 在这近9年的战争期间 一共有4500名美军 和至少6万名伊拉克人丧生 战争所好费用一共超过10亿美元 美国华筒电视报道 美国华筒电视报道